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新聞媒體也特別訪問了高鴻安 我們回到新竹市 我們有很多的日治時代所留下來的建築物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能夠像鋼川市學習 把這些觀光和歷史文化 能夠更努力的把它傳播出去 市府團隊在這次參訪也前往主播室 看看當地指標性的研究中心 高鴻安特別提到 這是上任以來第一次參訪 外國科技產業將會是很好的接近 透過這一些研究中心的一個幫助 讓我們的這些新創的產業 可以在一開始的研究種子 就可以萌芽逐漸成為商業化 那最後成為整個國家產業的一個支柱 而且不只這次等到11月還會再來 到時候會率領藝術團隊 參加鋼山市的藝術節 透過姐妹市的多項交流 表現出台日友好關係 TX新聞總和報導